这里面衣服擦擦帮带了 你走吧 一会赶不上火车 不好意思啊 人已经离开 开始行动 我怎么总感觉落了什么东西啊 妹妹 人呢 回来老哪里也有经验 有坏人 扫屁 他不睡觉陷阱 以防外力 小屁儿 哼 杀 啊 啊 啊 人呢 啊 现在你跑不了了吧 谁呀 快递 嗨 你放门口就行了 需要把人接收一下 给我吧 还是个英文名 小朋友 知道你爸把芯片藏哪了吗 什么芯片我不知道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住手 你你你干什么你 犯了 我吃饭 看着什么都吃了 我已经报警了 你在里面过来等着吧 老公你快赶紧回来 妈妈 妹妹 糟了 妹妹又发病了 这个病太罕见了 你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操作的时候吃点震惊药吧 药在卧室里面 我给你拼了 你你你给我出来 妈妈 老公快去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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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这边一个人也没有 芯片 还好没有 还好没有 妈妈 你 拿着这些的工程 一切的工程 等等 这应该是 市北车站的钟声 我有办法了 钟声 每十分钟就会响 声音的传播速度 50秒340米 声音传播到妈妈 大概是4秒钟 所以妈妈离车站 大概是1200米的距离 妈妈 能看到什么标志性的建筑吗 现在是下午 此次在右边 说明妈妈面朝北 左边能看到中国军 说明妈妈在中国军的冬点 这个区域的废弃工程 只有这一个 赶紧出发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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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要 吃到你家了 芯片头 老婆过来救我 到了 妹妹又发病了 定位显示芯片应该就在这里 那不是上次去我家的小偷吗 居然又来爸爸的公司了 爸爸 那个小偷又来了 你把他困住 我马上回来 所以小偷 三楼必去集合 必须要我的帮助吗 不要 给你来一杯咖啡 可以 要我带你去厕所吗 吃点东西吧 你 我还可以给你参考 我带你去休息 休息 他这是要去哪 糟糕 糟了 不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 被他偷走了 爸爸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芯片 是用来治疗妹妹的病呢 超脑芯片 如果和人脑结合 就能使大脑开发程度达到30% 妹妹身体里的病毒细胞 轻而易举就能被自身消灭 必须要把芯片找回来 他在楼下 快追 被他偷走了 必须要把芯片找回来 快追 快上车 就把芯片找回来 糟了 又被丢了 下个路口只能右转 爸爸 我们先右转 靠近道 爸爸再靠近一点 定位器安装成功 让他走吧 你 你 定位显示应该在这附近 爸爸 进去看看 密码锁 你能开吗 哼 小意思 爸爸可是十家的轮客 开个 芯片 你们 你们怎么起来的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偷爸爸的芯片 芯片 快去阻止你爸爸 爸爸我难受 妹妹你再坚持坚持 超脑芯片一样植入人体 虽然 能使大脑开发程度达到百分之三十 妹妹身体里的病毒细胞 轻而易举就能被自身消灭 但是你妹妹的身体 就会完全被芯片所掌控 到时候 她就再也不是你妹妹了 她只是人工智能 所控制的一具超级身躯 妹妹 妹妹 谢谢爸爸 超脑芯片一旦植入 你妹妹就会完全被芯片控制 妹妹 妹妹 谢谢爸爸 妹妹你去哪 我好了 我好 我好 食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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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结束了 游戏结束了 快跑 快躲进来 他应该已经走了 好热啊 出风口温度够高 出去吧 这里越来越热 糟糕门开不开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是16分 现在是24分 温度大概升高了8度 所以房间里的温度是21分钟一度上升的 你是怎么看时间的 墙上的钟啊 可是墙上的时间并没有走动 怎么回事啊 爸爸你看 这上面的字怎么都是乱的 我知道了 这里并不是现实空间 我本来以为墙上的时钟画了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去看 时间却又是在变化了 而书里的文字 也只是没有逻辑 随机排列 就像是电脑运算能力不足 只能处理建材和简单的画面 而对于动态的时钟 画需要更多逻辑的 书本内容 却加载不出来 所以我们是因为超脑芯片发出的电波 使我们产生了幻觉 但是芯片还没被完全击分 所以才有了漏洞 那我们怎么走出幻觉啊 制造电流 干扰电波 什么东西能产生电 房间里的物品都是虚假的 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找 毛衣 衣服抹擦会产生大量的静电 准备 这招有用 但是好像又没完全有用 看来电力还不够 爸爸别乱动 我们虽然看不到真实世界 但是身体是处在真实世界中的 这是爸爸公司的什么地方啊 我想想啊 我们刚才是从茶水间往自锁方向跑 然后左转大概30米处 这应该是打印处 打开打印机 电流就不够了 应该是这个 终于出来了 看来这次遇到大麻烦了 必须想办法把芯片 从妹妹脑袋里取出来 别担心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就顾虑过超脑芯片 会不会控制妹妹的大脑 所以设置了安全自毁系统 一旦妹妹的意识 被压制超过24小时 芯片就会自动关闭 怎么会是你 怎么了爸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超脑芯片打开了 数字世界的时空大门 它可以连接到芯片研发的时候 从而删除掉安全自毁程序 如果它能连接到过去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只要是数据的就可能 妹妹 你再监制监制 爸爸你听我说 这是未来的我发过来的视频 芯片救不了妹妹 你千万不要启动芯片 爸爸 我难受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劝 给你自己发交视频 我是未来的你 现在赶紧去爸爸的工作室 阻止爸爸启动芯片 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爸爸 一旦芯片启动 妹妹的大脑将会对芯片控制 妹妹的病太罕见了 我已经找过无数的医生 想过无数的办法 只有将芯片植入 激活妹妹的脑细胞 妹妹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到时候芯片会完全控制 妹妹的身体 病虽然好了 但是他再也不是妹妹了 妹妹 爸爸 你们家就没人能阻止得了你吗 妈妈 好 我一定完成任务 拯救世界的坚决任务就交给我吧 我就是超级英雄 你在干嘛 你赶紧把你电脑上的东西取消 我是在治妹妹的病 妹妹 你好点没啊 糟糕 数字世界的大门快要关闭了 不行 不没说了 不管怎样都要阻止你 可是 你别可是了 你这是唯一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来不及了 哦 失败了 自从妹妹被芯片控制后 就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不过芯片所造成的奇怪事情 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比如妈妈和爸爸突然升起呼唤 哎呀 我怎么进入你的身体呢 啥玩意儿 比如前一秒放进冰箱里的东西 下一秒就不见了 我刚放进来的鸡蛋液呢 今天 这个相机好像也 该喝点水了 不美 果然这个相机可以拍到未来几分钟的画面 谁呀 快递 妈妈别开 不美 你怎么了 疯了 我好像被淹住了 我来我来 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 谁刚才还给咱们拍照了 谢谢叔叔 奇怪的事情 继续在我家里发生着 妈妈 不美 你看妈妈戴这个眼镜好不好看 你怎么还不去写楼 老师让你背的乱字都背了吗 怎么样 好看吗 好像有点 你好好看看 在家怎么不换拖鞋呀你 就知道这种生气 你说你这 你站这干嘛呀 一起点跟你办 饭应该好了吧 看来这个眼镜不能随便戴 爸爸 今天什么时候去游乐园啊 我胃有点不舒服 咱们就改天再去啊 你说好了 我疼 墙上的画 紧歇了15度 看来爸爸又操见了 妈妈 帮我把画取下来 我要拍照给朋友看 老公下次可别乱放钱了 呃 呃好好 妈妈这也太反常了吧 妈妈 你居然又藏钱 不是那个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就不要给你 我又不知道的 走这场好 走这场 没完没了 安死了 安死了 好变 奇怪的事情 继续在我家发生着 这个小女孩收到一个快递 妈妈 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 没有啊 奇怪 女孩打开快递 发现是一个催眠节拍器和说明书 说明书上说 这个催眠神器 可以把人变成动物 小女孩不信邪 开始对她妈妈催眠 妈妈配合地闭上了眼睛 当我一打响指 妈妈就会变成一只猫 鸟 显然 妈妈只是在配合演出 小女孩又找到了她爸爸 当我一打响指 爸爸就会变成一只小鸟 小女孩打完响指 这种恶作剧你也相信啊 小女孩失望地 把节拍器扔进垃圾桶 小女孩饿了 走进厨房问妈妈做好饭没有 然而 妈妈 女孩一脸惊恐 她知道 刚才的催眠成真了 于是 她准备打开门去看爸爸 等等 如果跟着声音去做 爸爸就会 小女孩打开了门 不行 后面的故事剧情 要给我来写吧 小女孩再次推开厨房门 看见妈妈擦完嘴 笑着对她说 妈妈刚刚动着玩了 太大吓死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 此时 爸爸也从房间出来 刚才花皮不小心 从阳台掉下去了 你没事就好 爸爸拿出催眠节拍器 在小女孩面前摇晃 爸爸说 把不美变成妹妹 通过最近发生的事情推断 被新面控制的妹妹 一定还在家里 不过是隐身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 第一步 用未来相机 找到妹妹即将会出现的地方 提前在地上 撒上面粉 一旦面粉上出现脚印 立刻将房带盖上去 第二步 妈妈戴上暴躁眼镜 发动语言攻击 吸引妹妹注意力 爸爸迅速将妹妹控制住 第三步 用催眠神机 将妹妹催眠 趁妹妹无意试试 将新面取出 不能出一点差速 你们能做到吗 能 开始行动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把妹妹还给你们吧 这 快去 妹妹妹妹 这日 科技巨头公司宣称 已经批量生产出一款芯片 只要将这款芯片 植入人的大马 就可以让人的钱 发挥到最大 不过 这一科技成果 也引起了众多百姓的反对 他们认为 这是人类走向灭亡的第一步 那你怎么办 好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